HELLO 大家好 酒牛柏葉、酒頭髮、酒燕窩之外 現在都興起酒錢 近日鞏北海關說 在鞏北口岸連續查獲多宗旅客違規 超量攜帶貨幣現鈔出境案件 2月20日下午4時 有個澳門男子姓李的 經鞏北口岸旅檢大廳 海關無申報通道出境去澳門 現場官員將他截查 從他攜帶的手提袋內 查獲40萬7500元 是澳門幣 接合大約34萬7600人民幣 超出規定限額 前一日19日 關口海關也查獲 內地旅客姓吳的違規攜帶 30萬人民幣出境來澳門 鞏北海關提醒貨幣現鈔 屬於限制進出境的物品 不單是內地 香港也是 不可以帶過量 根據國家規定 進出境旅客攜帶人民幣 最多不能超過兩皮 攜帶外幣 15天內首次出境限額等值5000美元 15天內第二次及以上 當天內第二次及以上的出境旅客 分別只可以攜帶等值不超過1000和500美元的外幣現鈔 超出限額的海關不予放行 如果確實需要攜帶超出限額的大量現鈔 應該是視線到外匯管理部門 或相關銀行申領有關的證件才行 不過話實話 就算澳門拿錢上大陸都不容易 好像人們買樓 拿一百幾十萬都很難整上去 而投資賺了錢 例如賣了樓 有筆錢在這裡 想拿回澳門都不容易 如果你要去正式的部門申請 我想都相當複雜 免得很長 不知批不批 好 這一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數片尾截圖而為晚 我們在這裡 偶 traction 平行